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纠葛到底是什么 看来这个案情已经陷入了焦灼 对了 李敏这几天的情欢呼 已经两天没上班了 看她的精神非常的糟糕 每天都要睡到十二点才起床 醒来之后还迷迷糊糊的 不大清醒的样子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去找她也没有用 这个案情虽然有很多疑点 但是我们有实质性的进展 那我们就只好以快演的任务为主 专心保护她的人身安全 知道 三推 之前是贿赂案 现在又变成了意图谋杀 这两个案子会不会有关联呢 熊开庆 这一人就是李敏的现任老公 张奇广 董事长平时是很少到工地的 因为建筑材料不断高涨 为了点击成本 我们修改了皮面图 董事长担心工程的进度 所以才来看看 也就是说你们是先知道 张太太未来是绅士工地的 是的 那是张先生陪她一起来的 是总经理先到 然后我就陪她到处走走 汇报了一些关于工程的进度 就在这时候 总经理接到好像是董事长打来的电话 已经在楼下了 然后总经理就下去 没多久 砰 一声就出事了 所以你是听到声音才知道出事的 那第一时间你看到出事了 第一时间 我看见董事长一动也不动坐在地上 就这样了 那当时还有些什么人 出事后 两个工人先下去 然后我跟总经理先后到场 工地一向不允许外人进来 免得发生意外 又想到还是发生意外 根据银行的记录显示 户口是在2012年3月15号开的 持有人是穷开king 但是在今年的4月9号就被取消了 在这三年多 户口的来往记录只有23次 而且每隔三四个月就从同一个户口 汇进几十万的现金 但是过两天 这些钱就会被领走 他们都在绝案 什么 事发之前 你和张先生就是站在这里 是啊 当时我和他在讨论一些修改平面图的事 这些事情 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们 为什么要跑回来问同样的问题 我们这一次回来只是想确定一些 关于时间上的问题 那边那条楼梯跟这条楼梯 是不是都一样可以通往楼下 没错 那你还记不记得 事发当天张先生接到电话之后 是从哪条楼梯下去的 当然是这里 这里比较近 而且是我亲眼看见总经理下去的 那一条是后楼梯 下去要斗一个大圈 很不方便 根据你上次所说 事发之后是两名工人先到现场 你跟张先生是之后才到的 那是你先到 还是张先生先到 把张先生做什么 快点把董事长扶起来 你先到 那张先生呢 他多久才到 多久都没有留意 回回就到了 翔哥 你刚刚记到了 都发在哪个病子上 知道了 等一下 久了没什么问题 我会先你看了 谢谢 原来你最新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关键 两个人都是从同一条楼梯下去的 为什么先下去的人会最后才到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 有人在下楼梯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些事情 比如呢 比如 有人先把手推车推下楼 然后假装没事 大楼下去救我 看来你的想法跟我越来越接近 是可惜我们没有证据 再合理的推车也只不过是推车 阿玲 发验报告收到了吧 是不是很有趣呢 怎么了 看来我们的推测 很快就会变成证据 进来吧 对不起张太太 你不舒服我不应该来打扰你的 可是案情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跟你确认一下 这么急啊 有话直说吧 虽然你只是委托我们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你好像可以隐瞒某些事实 如果你肯坦白的话 我相信对大家都好 要是对方身份不明 我们还可以接受 但如果动机不明 目的不明 就连委托人的用意都不明的话 那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很可能因为错误的判断 而造成没有必要的危险 你指的是哪一方面 你的先生张奇光 你怀疑对你不利的人就是他 是不是 不是 你们是不是查到了什么 多少证据说多少话 我们查案从来不喜欢凭空灭照 到底查到了什么 你绝对有权利知道我们查到些什么 但是我也希望 你能够坦白地告诉我 帮我挤开一些谜团 那你们想要知道些什么 你之前委托我们调查的那个银行户口 持有人是 这个人是不是张先生 那为什么要按照调查他 不直接问他呢 当你怀疑一个人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相信他 他有很多事情让我怀疑 那个银行户口 是曹大佑出事的那一天发给我的 他十点遇害 可是我十二点收到那份信息 一个死人如何发简讯 有些人知道自己会遭遇不测 所以就会利用一些软件 设定好时间传简讯 这也不出奇 曹大佑会把账号传给你 很明显地就是想要告诉你 这个银行户口是跟他有关系的 你一早就知道这一点 所以才要我们暗中调查张先生 据我所知 梁配慈在2009年至2011年间 也曾经在这里当过看护 而且还跟你的前任丈夫方之伟油软 据我所知 梁配慈曾经在这里当过看护 而且还跟你的前任丈夫油软 太太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去台湾和朋友游玩吗 应该是后天才回来的 对 那个领队的孩子突然就生病了 所以宝宝要回来 我们几个在那边人生地不俗 也是要跟着回来 对了 老板的车为什么还在外面 他没有上班吗 他这几天都没有去上班 他不舒服 这个我也不清楚 不过他看来不像生病 他没有吩咐我们叫医生 婷姐 帮我把那个行李拿上去吧 好的 好 行 哈 好吃 好吃 这次来给你一下 马跟蓝来了 itte 假的 想打 你来 要安静一下 谢谢 谢谢 这样 进去 你平时都是帮你老婆这么按摩的吗 那她都不会享受 等她坐一下她都讲要睡觉 还是你自己按的不够好 很好嘛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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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好了 好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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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 好想 我就喜欢看你养的样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跟我老公在背后做些什么 我都知道 你现在还很年轻 还很嫩 我老公只是一时贪玩 一时冲动 玩完了 你就什么都不吃 发生这种事 我也不完全怪你 我老公也是要负上一些责任 所以呢 这些钱你就拿去吧 当做补偿也好 当做酬劳也好 马上给我消失 我不想见到你 你这样做 智伟她知道吗 智伟 你叫得好亲切 她是我的丈夫 你什么身份 你只是个看护而已 我都还没有向你所属的医务中心举报你 那是因为我要顾及我的丈夫的名誉 你别谈得无厌 也别妄想在我们方家得到些什么身份 要是你不离开 就别怪我 我会把事情闹大 你会身败迷恋 回来了 出国几天才发现家里最好 这几天家里没事吧 有我在 担心什么 妈 我回来了 佩慈呢 被我吵了 带妈回去休息 你为什么想到佩慈 她态度不好 我不喜欢她 什么态度不好 她照顾妈照顾好好的 怎么会说是态度不好呢 即使她犯错 你就原谅她嘛 怎么说辞对就辞对 真是的 也不等我回来再商量一下 等你回来商量 还是要看你跟那个贱女人如何对付我 怎么样 没话说 你平时爱在外面怎么样应酬 我怎么样玩女人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你玩女人玩到我们家里的床上来 你恶不恶心 你要这样子对我吗 你说 我就是爱玩 我玩得起 我有的是钱 我要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跟她只是逢场作戏 有什么大不了 你不想想你自己什么身份 什么货色 你绝对之后 我都不介意你是二手啊 你也介意我 你应该感激我才对啊 你打我 打我 那边 站住 先生 先生 你怎么了 你不想想你自己什么货色 我都不介意你是二手啊 你应该敢进我才对啊 太太 你快下来 先生 快不行啦 要不来啦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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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下来 先生 你快下来 先生 快不行啦 你快下来 先生 快不行啦 大家都 бан 我一时怒火 多管我一时怒火 蒙蔽了我的力 won 是我间接害死了他 要是我快一点的话 他就不会死 你就是因为这份内疚 所以就算你再婚 你也依然坚实要照顾放老太太 其实方志伟的死也不能全怪你 只能说是设置头上一把刀 我一个女人经历过三段婚姻 我每一段婚姻都抱着很大的希望 可是每一次都很失败 我二十六岁那一年 嫁给了我弟人丈夫 曹国辉 她比我大十七岁 她很疼我 我以为我童子就很幸福的生命 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有三年 她就遇上了车祸死去 更讽刺的是 她车里面载着她的亲夫 我自认我对男人要求不高 可是我每一次遇到的男人都是这样 曹国辉是这样 方志伟也是这样 既然梁配慈跟方志伟油软 为什么你现在还要请她回来当看护呢 我前两段婚姻都很失败了 我没有信心 张奇光 当时候只是我公司的小职员 他还比我小三岁 我对这段婚姻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我很怕 我很怕她会跟我前任一样 犯同样的错误 我跟她签了婚前协议 婚前协议 要是她敢出轨的话 我就跟她提出离婚 而她没有权利瓜分我任何的财产 包括我们的怜民财产 所以你就利用梁配慈 制造张先生的出轨证据 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本来是要这样想 没有错 可是事情的进展并不是这样 我很多东西我记不起来 有些事情明明发生过了 可是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有些事情我明明很有影响的 可是却没有发生过 你说 我是不是有失忆症 我是不是有问题 不关你的事 问题不在你身上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 为什么我会这样 别喝 这就是我这次来找你的原因 在你平常喝的水里 减年初含有一种强烈的重镜剂 Rohibdon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迷奸药 这种药吃了会让你昏睡 而且还短暂失去记忆 是谁 是谁让我喝下这么恐怖的东西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一切都是张其光 和梁配慈的何谋所为 梁配慈是义务人员 对药物有一定的认识 而张其光是你的丈夫 要对你下手轻而易举 我要证据 我要证据证明是他 要揭发他们的阴谋 一点都不难 请愿换 我去帮忙 每天都是我 五个月的条件 要不是他 我去买的条件 那一定要有证据 我去跟一切 要做你的条件 还是该做的 你是否有一定 赶快收拾你的东西 马上离开 你什么意思 你要开除我 还不够明显吗 这笔钱有多无少 你还不满意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凭什么开除我 我为什么开除你 也要跟你交代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不要把事情搞得那么难堪 就当做你的任务已经完成 我不需要你了 不需要你了 喂 他好像知道了 dedi 回来了 什么那么迟 和朋友聚会喝酒 所以晚了 你今天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终于可以下床了 你希望永远都下不了床 是不是 怎么了 你所为的朋友就是他 原来你们两个这么好聊 我就知道你会误会的 其实我去找他 是因为我想帮你问清楚 而且我想帮你安慰他 虚伪 无耻 我今天总算看清你了 怎么了 你病了吗 你要吃药了是不是 我去捣水给你 你又要下药给我是不是 可是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佩慈在背后做些什么东西 你把肉吸入我的水里面 让我每天喝 喝到我昏昏沉沉 以为我自己患了失忆症 你怎么可能 会有那么可怕的想法 我怎么会被别人一起害你呢 张气光 我告诉你 我跟你的夫妻情分就到此之 从今天开始我跟你任何刮旗都没有 我要离婚 你要诬赖我 你也要有证据 贿赖曹大佑的证据 下药的报告 我随时可以报警 你不要忘记 当初要不是我提拔你 你现在还是公司的小职员而已 凭什么当众经理啊 你还要穿通曹大佑去破坏我们公司的利益 好 既然你要死破脸皮 我也没什么好意外 这么多年了 我做什么都要经过你认为 什么事都要经过你批准 你认为 你 我的薪水和初级经理是一样的 你说提拔我 这是侮辱 公司是有公司的制度的 每个人的薪水都是根据你折射的 你进公司才多少年啊 你就当上了总经理 底下有多少人不满呢 你现在还要求薪水 不是 我是为了你好啊 说的真是冠冕堂皇 为了我 说到底 还不是因为你是一个自私的女人 心胸狭窄 一个女人 快四十岁 人脑珠黄 有钱 她寂寞 就想找一个男人来欺负 找一个听话的男人来陪你罢了 滚 你给我滚 我不想见到你 滚 以前我是你老公 我当然听你的 可是现在 你以为有这么容易 如果你真的想要动手 我劝你先考虑确实 我还以为 为什么选今天摊牌 原来是找了帮助 可是 你们能拿我怎么 我本来以为今天只是离婚就可以了 现在没有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吗 好 放我过 这些所有的证据 都可以把你送进牢房好几年 你真的以为 公司这三年的总经理 不是白当的吗 公司这么多年来 所有不能见人的项目 不见得光是 我一惊二绝 你要我死 一起死 你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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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了 你滚了 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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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没有带出来吧 已经照你的吩咐 有在车上了 这里鸟不生蛋 你怎么会约我在这里见面 这里有什么不好 人在高处一目了然 没有人跟踪 没有人窃听 我们的计划不是已经失败了吗 你也已经被方家赶了出来 我们还有什么好房的 还没看够的话 爸 我的房门是开着的 几年不见 你变得更成熟 更有吸引力的 李敏会派你来勾引我 真的是很有眼光 怎么样 好了吗 你们两个的阴谋我早就知道了 要不然 像你这样的女生 哪一个男人可以受得了 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 黎明能给你的 我也能给你 我凭什么信你 你连黎明都能相信 为什么不能相信我 你和她的恩恩怨怨我知道的一清二楚 同样是被利用 为什么不选择你能够掌控的一方 我要双倍 黎明给我的双倍 双倍 如果你跟我合作 五杯十杯都没有问题 你老婆都已经跟你提出离婚了 你很快就会被打回原形 你还想做些什么 我可不想忍上什么麻烦的 在法律上一天没签字 她还算是我老婆 我也是她的合法丈夫 她又没有孩子 你说 如果她真的发生意外 她的一切会谁说呢 你想对她怎样 你想杀了她 你这说法不正确 应该是说意外死亡 一个到了四十岁的女人 为了抓住青春的一方 你说 她有什么不干事的 在哪里啊 我要去黎明家拿东西 美容院 你的雇主啊 突然间想变美有什么办法 今天已经是我们最后一天了 做事情应该有头有尾 把工作做好吧 这个时候她还有心情上美容院啊 你们女人爱美需要看时辰的吗 总之呢 等她完成聊天以后呢 我就送她回去了 你要回去拿东西啊 那正好啊 你等我 我一起送你回去 干嘛对我那么好 难心发现啊 那我先过去等你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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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向来都只注重消除皱纹 还有瘦脸 其实波多现在的用法 已经很多元化了 下次来的话 可以试试提升面颊 还有提眉 只要再补多几针 包你比现在更荣光焕发 当时再说吧 那好吧 如果你回去 发现有生前不移的表情纹 记得回来多补几针 谢谢 可以走了吗 嗯 回家 干嘛不叫三姐开门给你啊 我在外面叫了很久 她都没有应门 我还以为她不在家 那你先去收拾你的行李吧 这三姐干嘛 大白天把家里搞得乌七妈黑的 你们先不要走 我上去拿一些东西给你们 嗯 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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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去 我上去 我上去 你上去 我上去 我上去 你要不要喝水啊 不用了 谢谢 做你们这行 还真谨慎 以前猫抓老鼠 靠马力跑得快就可以了 现在猫抓老鼠就不一样了 除了靠马力跑得快以外 还要靠聪明 好 张奇光是左鼻子 她不是已经走了吗 干嘛不叫三姐开门给你啊 我在外面叫了很久 她都没有应门 我还以为她不在家 这三姐干嘛 大白天把家里搞得乌七妈黑的 哈龙 这是我小小心翼 都会有你们 我才可以逃过这一件 你太客气了 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那我们走吧 只是你的车钥匙和插锁匙 还没 保重 谢谢你们 走吧 离开方家这个案子总算是正式结束 不用再当保护了 怎么样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喝两杯庆祝一下 我在跟你说话 有听到吗 现在谈庆祝还早了点 一切都要等过了今天才算 你干嘛 你刚才算吗 对吧 当你做得到吗 到快的地方 你还能 brothers 这就发生了吗 你做得到吗 这是我做人 陪我庆祝一子 他就做人 你们最健康了 李洋师 你前往哪里 你做人家会给你 你的東西過兩天就會送給你 有些東西不能假手於人 我要親自拿回 你 三千 三千 沒用的 他們喝了Rap him 現在睡得真香了 你怎麼會在這兒 我是你請回來的看護 你怎麼看起來那麼不舒服啊 你要不要我照顧你 既然你早就已經發現有問題 那你為什麼不當場揭穿呢 你是不是要這樣做 會讓黎敏陷入危機的 有危機才會有轉機 將機救機 先讓兇手露出麻將 之後再取得罪證 將他繩之以法 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所以冒點險是難免的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已經繼承了兩筆遺產 享受過 是時候輪到我享受 你放心 我知道你愛漂亮 我知道你愛漂亮 我一定讓你 漂漂亮亮的上路 你愛漂亮 你愛漂亮 我愛漂亮 你愛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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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怨处的错 是你爱没有怨的我 因为这样 因为会有报应 报应 报应是哪来像你们这些有钱又怕死的人的 我们没有钱 怕什么 在你临死前 顺便告诉你一个名 那天工地的意外是我做的 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曹大悠也是我杀的 诶 诶 我的螺蛳几只 你在找这个吗 不要 你吐得下吗 把我死 把我死 你吐得下吗 好 好 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曹大悠 真是的 传什么解续给我 我跟他还有什么好谈的 可是现在竟然变成是一种解绍案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着 只要你找对时机 神不知鬼不觉 所谓的报应 都是废话 天网恢恢 输而不漏 谁说做坏事不会有报应的 有了这段录音 相信你们这一次也插翅难飞了吧 我先说好 动手可以 可是千万别打脸 以我的身手 一次可以打三到四个 最近没什么练习 有点生疏了 不过 面对你们这一狗男女够的了 来吧 骂我 她是说她不打女人 但是逼于无奈 我也经常看见她破解 不要过来 不让我擦死她 你想干吗 我们是一伙的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这不是我用来对付黎敏的一个妻子 不牺牲你 我还能牺牲谁 全部脱用 好 所以说嘛 鱼虎谋皮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就让我想起一句话 就是什么叫兔死走狗烹的 你说她是不是自己拿来的 这么厉害的燕影都会用 不错 不过现在怎么办 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凶手溜走 邓轮 真 ultras省 哈啼 邓轮 你没事 ED station 隐 introduction 隐 frameworks 脑海嘀喃微妙的声响 弹酸着末朗两颗的企划过着霜 微笑又活着坚强 因为我戳破慌 一步一步深陷在时间的长 一次让人无所顾忌要出伤 却又细腻入围不低头的街路过往 All right 现实环境交叉的我是犹豫不觉或因我反过的走 意义变成城市的梦幻且一触激发久违的骚动 这是我吗 我的记忆说怎么可能是我 我的今次在说即使咬牙气是绝不退缩 你却依旧藏身记忆背后 Who's in the mirror baby Who's in the mirror baby 处理环境入口 去找真实的面孔 谁能成熟我 处在的美人谁 处在的美人是谁 谁在指引着我 在光月眼的陌路 看见奇迹的美